不过是一处小小的贼库 我们武派到了人家门前 却观望未缩 火足不前 中原武派的面子都给丢光了 敌债坚固 咱们武派虽善咒罚武术 却不安功成之道 若草率行事 恐怕会损失惨重啊 咱们劳师动众赶到这里 不是为了看风景 怕死的就走 中原武派何派为尊 马上就可知晓 好 慕容盟主 神武冠 该不会也想继续龟缩在此吧 自 自无此事 慕容征田长武派盟主之职 神武冠自然身负重责 区区盗贼何足聚灾 慕容盟主 慕容盟主 莫要轻易为人言所及 你身为我五派盟主 为卧定策 权则非小 还请你再三思 公孙兄 你的意思是说朱某和周兄居心叵测 以谗言激获盟主了 主兄 公孙锦不曾口出此言 只是提醒慕容贯主 咱们此刻身处抑郁 凡事须得慎重为先哪 够了 这是我们的家务事 神雀公可没请你们来 你们若要帮忙 只要帮我们略阵便可 你们这些没见过世面的娘们 能成什么事 不然身为你们一公之尊的齋女 怎么会给人卤了去 你 夏侯公子 四位姐姐 保主已答应把齋女交还 不过她一时沉睡不醒 你们快去把齋女带回吧 夏侯公子 蒙你救回公主大人 四必深感恩德 今后如有任何差遣 四必愿尽绵薄之力 朱桓 和我一起去迎回公主 夏侯公子 这回真是辛苦你了 姐姐们不用客气 还好我不负你们所望 此事既了 那么我们这就回梁州休息了 等等 小子 我们可没说你可以走了 是啊 居然若无其事地从里面出来 因之不适合他们一伙的 先把话说清楚了再走 好 我们花了好番功夫 才劝服保主将齋女交还 如今齋女获救 此间经过如何 与两位不相干吧 这小子全部把我们放在眼里 想必是有那宝主在他背后撑腰 定是这小子串通外敌 演着一戒一环的戏门 想拿齋女对神雀宫做人情 嗯 周兄 这该如何是好啊 将他们一等都拿下了 逼问出入宝之法 然后进去把里面的家伙一网打尽 把他们围住 两位掌门 夏侯公子是本宫的恩人 你们若是对他们动手 那就是不把神雀宫看在眼里了 哼 此刻齋女昏迷不醒 你们四必能做得了主 你们要是多管闲事 别怪我不顾同道之意 你 你这人 他也不讲理 嘿嘿 听闻这匪债聚敛大量不易财富 今日我们算是替天行道了 以强凌弱 以多欺少 哼 今日我真是大开眼界 见识到了中原群豪的嘴脸 哈哈 那也得等你过了这一关再说 两位师伯实在太过分了 分明就是自己贪欲熏心 想入宝掠夺 却乱编罪名 想拿夏侯大哥逼供 咦 这不是慕容贯主的千金吗 慕容贯主 小女孩家没见过世面 容易给人拐骗 你要是不管教 可别怪周某 代劳了 娘 夏侯大哥不但救了我 还千辛万苦闯进这堡里救了公主大人 你知道他不是坏人的 玄儿 你到娘这边来 你知道我派有结盟之意 娘不能相助外人 最多 最多只能两不相帮 算了 我 我和夏侯大哥一起拼到底 最多不归一死罢了 我们都不会死在这里的 小子 我劝你还是束手就擒吧 省得受这皮肉之苦啊 做梦 不得不得不得了 你 看你 好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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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欺人太甚 这是你们逼我出手的 好大的口气 我倒是要看看 你们有多少能耐 咱们要ゆ講 豬乃真龙 魂剑相遇 还有呢 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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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就不客气了 无畏的抵抗 天机难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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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牵手 天机难测 抵抗 天机难测 尽量的抵抗 休要无理取闹 无谓的抵抗 还有呢 来吧 果然有两把刷子 再上 来吧 还有呢 来吧 天机难测 八月三成贤 孤乃真龙 不乃真龙 不知死活 来吧 还有呢 休要无理取闹 无谓的抵抗 孤乃真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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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机难测 孤乃真龙 孤乃真龙 不知死活 温架相遇 在此一击 休要无理取闹 八月三成贤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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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乃真笼 来吧 天机难测 退出零分 啊 周兄 这批人当真有点邪门啊 老子可不信这个邪 咱们上 孤乃真龙 不知死活 独卫的抵抗 魂剑相遇 看罗子云剑法 固执死活 来吧 那我就不客气了 休要无理取闹 天机难测 魂剑相遇 天机难测 天机难测 来吧 这伙人真不可大意 赶生周兄 看招 周师兄 朱师兄 够了 你的宝贝女儿不会有事的 你急什么 周兄 问贡之事就交给你了 不过可别弄死这小子 不然事情可就难办了 死也 不让你们 只要有我在 你们休想碰他 我们不是不懂怜香西域之人 但若你强要拼命 我们可就顾不了这许多了 无知下众 妄善商贩神使 此乃万死难知之罪 而等可知神怒之威 请凤神旨 遗曰解气 风剑化地 逆天黄烈 灰灭无敌 那 那是什么 陷无魂雨 是你 宾琳姑娘 别乱来 是你 宾琳姑娘 这里由我做主 你千万别乱来 快停下这事件之遺 我担保一地 平安无事 televiz 하나 果然不愧是天摇派 我们前脚才到 你们这会儿就已经跟来了 怎么 风雨霞 你这回又要直强相逼 插手管这档事吗 朱浩 我师妹可没有开口问你话 咱们管不管这档事 也轮不到你管 你给我闭嘴 五派盟主是谁 你 秦师兄 小女子不才 受大家推举为此次西域之行的盟主 秦师兄远道而来 不知有何指教 被你们打伤的这批人 我们带走了 你可有异议 这 秦没干 你不要太不把人放在眼里 我秦为纲便是不把你周崇放在眼里 你幼待如何 若是让老子活起 让你紫云派门众尽数臣事于此 亦非难事 你要不要试试 你你 你 慕容贯主 我大师兄说话不太客气 得罪之处请多见谅 夏侯公子绝非歹人 是我请他来此营救灾女的 且先让我带他们回梁州疗伤 此间若有任何误会 尽管找我风铃声便是 这 这自然是没问题 既然斋女已经平安救回 此事正可告一段落 风姐姐 我可不 不知道你有这么大的面子 还好你来得及时 不然我们可就惨了 对不起 仪帝 都怪我半途离开 才会发生这种事情 你不要紧吧 我不要紧 好 好痛 全身的好痛 你没事吧 周崇 你对他做了什么 只是一枚脆骨神针 没什么大不了的 封女虾 盟主答应把人交给你 可没说我不能先让他吃点苦头 可恶 我们先带一地回客栈 这笔账 咱们日后再算 鸽血搔痒 冰 冰 冰梨 你为什么在这里 霍库 霍库 我是尊神指派给你的箭矢 富有保护你的使命 随时在你身边 是再寻常不过的事啊 是啊 不论何时 你总是在我的身旁 好像我们出生以来 就一直在一起似的 冰梨 冰梨 不管以后怎么样 你愿意一直陪在我身边吗 你知道的 这是我的使命 也是 我的心愿 不管发生什么事 我都会用我的性命和幻剑保护你 全身筋骨酸痛 好像连坐了好几天的苦意 别的道还好 我是怎么了 你醒了 风 风女侠说 那个叫周崇的被迫将我们交出 又被大宣面子 一时气愤不顾 所以案里对你发了一枚脆骨神针泄恨 那是紫云派的独门独针 本是用来情部敌手用的 这毒不伤人命 但中毒者会全身剧痛 立即全失 之后 你连续婚室三天三夜方醒 兵礼 这段期间该不会 都是你在看顾我吧 也不能说全是我 慕容姑娘 忙进忙出地帮你找大夫 抓药煎药 她也是很关心你的 躺了这么久 我也该起来活动活动筋骨了 等等 风女侠说 脆骨神针之毒 虽然不伤性命 但对手足筋骨有损 你还是多躺一下的好 我 我 还是不放心吗 来 把你的手给我 手 瞧 我的手比你的还暖 我这样像是个毒伤未愈的人吗 如果你还是不放心的话 就一直这么握着好了 我 忽然想起了很久很久以前的事情 已经忘了在何时有过的 很怀念的感觉 老实说 你说的那些很久以前的事情 我半点也不记得 也不明白 你为何选择跟着我走 我相信你绝不是在对我胡言乱语 也绝不是讨厌你待在我身边 可是 我真的是你在寻找的人吗 如果是 那又是为了什么 没关系的 有一天 你一定会像我一样 慢慢回想起来的 我已经等了这么久 不在乎再多这一点时日 你还记得盘沙堡大厅内的壁画吗 那壁画上绘的是尊神和我们两人 只是 那时的你 样貌和现在大大不同 你大概也认不出来 那真的是千年之前的事吗 古大哥的老师和皇府保主都这么说 难道你真的是千年之前的人 若非如此长久的时光 我不会把一切都忘得一干二净 而即使见过了那壁画 也只能让我想起一些浮光烈影而已 你一定觉得 我的画很难置信吧 不 我当然相信你 那遥远而又熟悉的感觉 或许就是来自于那千年前的记忆吧 百年也好 千年也好 只要这一切是真有其事 我们也不必急在一时 总有一天我们会再想起这一切的 药汤来了 大夫说药汤要趁热喝才有效 冰璃姐姐 这就麻烦你了 我 我先出去了 玄妹 你怎么了 我 我没什么 一定是刚才熬药时给烟熏了眼睛了 大师哥 这不干你的事 怎么了 发生了什么事 是风姐姐的声音 圣妹 难道你一定要师兄再说一次 你忘了当初师父决心将三师弟逐出门强食 对我们说了什么话 这一切原非深而知过 但他乃是荒陵力破转生 不论咱们如何善尽教会 他迟早都会重堕幽暗血海 既然他难脱此宿命纠缠 咱们只能及早行事 不让他习得本门咒术 也是为了天下苍生的将来 我不相信 三师兄的为人我再亲手不过了 你明知我 明知我喜欢他 所以就借师父之言将他排挤出去 师妹 大师兄这人严肃自怜 对谈情说爱极是口庄 但他在本门照顾你 可说是无微不至 旁人有谁看不出他的心意 他今日之言 实是因为对你用情置身之果 师妹 还有一件事想对你提一下 那个金发少年 他身上的黑气和三师弟有点像 我并非对他存疑 为防万一 你还是小心一点的好 或许我 就是特别和这种邪气 臭味相投也不一定 不过二师兄请放心 我会留意的 我先回房了 二师兄 你也早点安歇吧 咦 你们都还醒着 一地 玄机 刚才我在陵房说的话 那你们都听见了是不是 不过 我们不是有意要去听的 这件事我不是刻意要瞒你们 但事关你为何被卷入这场风波 我想你也有权知道 等你身子好些 我再慢慢说给你听 嗯 时候不早了 咱们就趁早安些 其余事等明天一早再说吧 我去找到那些风波 我来找到那些风波 我来找到那些风波 你还要找到这些风波 我来找到那些风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